家應該是每一個人感到最安全最溫暖的地方 最近發生的事件讓我們看到 這些住戶他們一輩子努力打拚 所建造的這個家不幸受到的損毀 感到不安全 而且甚至需要有短期的撤離 我們感到相當的不忍 我已經請我們吳澤成政委召集相關的會議 能夠就工程的設計還有施工的各個面向 都能夠好好的來檢討 如果地方政府有希望中央來配合的地方 我們會全力以赴來跟地方政府來配合 使得這樣的事件不要再發生 更重要的也是受到這些事件影響的居民 他們所有的房屋的情形都能夠得到比較好的回復的狀況 也讓大家都能夠居住的更安心 我們全國現在有180萬的勞工 是依基本工資來生活 我們蔡總統上任以來這八年間 我們每年都有調漲基本薪資 我們希望將全民經濟的成果能夠跟勞工分享 讓勞工得到更溫暖更好的保障 這一次的基本工資的調整 基本工資將調到27,470元 調升了4.05% 基本的時薪也會調整到183元 那我們會盡快的將這個案子送到行政院院會來審議 審議之後也會盡快的向社會大眾來說明 我們也會透過勞工的福利和政策 來繼續讓勞工的生活得到最溫暖 最溫馨的保障 沒錯 我賢 我賢 感谢观看